他们简单来讲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们一个妈妈 她怀着孕的时候去世了 然后又用她的小孩子 烧成这个样子啦 然后就变成这个乳酪 然后他们是 很有法力的一个小鬼 哈啰 大家好 我是Inzat 对 现在呢我们还是一样在这个 泰国胡仙佛航啦 然后今天的内容会比较特别 我们就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就是 阿赞西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反义员 我叫Villian Villian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主题 非常的简单 就是也很多观众好奇说 诶 到底我有供奉什么佛牌啊 我有请什么佛牌啊 还是我有带什么牌 或者就是大家懂的啦 因为我是一个 算是佛牌或者鹰牌的 爱好收藏家 所以呢可以讲说 要算多也不能比那些 真正很厉害很有钱的人 Five多啦 就不多不少 就 这一栏啦 OK 其实可以分得很清楚呢 这一排这一边的呢 就是正牌 然后这一边呢 就是鹰牌 然后我们就 one by one 的来介绍吧 然后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师傅 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大概大概 帮我解说一些 可能我不懂的东西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漂亮 我就 买下来了 收藏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还有一尊就是这个 我们就先来介绍就是我常常会 带在身上的一些佛牌啦 我会带在身上的就是 OK 就来先这一串先 OK 其实我有时候看到很漂亮的 我就会收藏一下 然后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其实这一尊呢是蛮有故事的 对我来讲就是 这个是一个Azan 然后他那时候时候是打仗 然后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吓走他的敌人 就是用刀来刹自己的下巴 然后吓走敌人 是吗 对对 简单来讲他的名字叫做Azan Phone 然后这一尊呢就叫做 九头勒西 这一尊呢应该请了蛮久的时间啦 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我自己用自己的钱 买的第一尊佛牌 OK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Comprent 然后这个就是虎头勒西 这个是外星人牌 可是这个牌齁 其实在泰国蛮有争议的 因为他们讲说 因为这个师傅呢 他是修宇宙法的 然后他在一些和尚 还是什么他的牌是不被承认的 是有这样的说法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有去守卫 其实他们这里牌是不被承认的 可是就是我很喜欢啦 所以就一个缘分还是什么 就买了这里 还有一粒就是 河上的牌 这个也是听说也是蛮出名的 但是我可能小弟不是很熟 然后可能就带过 可是我就看到圆圆很舒服 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对其实有些牌呢 我就属于哦 这里感觉不错 然后我就买下来 我就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 还有一串呢 就是这个 OK这个呢 会比较简单明了 就是 魂魄勇 然后这一尊也是魂魄勇 然后这个是 拉狐 然后这一尊是 毕打 其实大家都懂这些一点点故事 如果需要补充的话 下次再看 其实就这样 这一串就这样 这个是我最常带出门的 因为为什么 把这个前面一串 这样带出门的 就是因为 它壳都是紧的 所以就觉得好像比较眼一点点 还有这个也是魂魄勇 其实我是一个魂魄勇爱好者啦 所以这些是属于比较正派的魂魄勇 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魂魄勇 所以就是我一直收了大概 这里算下去啦 阴跟阵的魂魄勇 都至少有 一二三四 这里还是小力 五 五尊正的魂魄勇 还有一尊是阴的魂魄勇 这一尊呢 是前几个师傅 那个阿张福天的硬牌的 这个叫做 拳王魂魄勇 因为我这个人是很喜欢魂魄勇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收魂魄勇 这里是真正有对我的帮助 OK 然后接下来还是继续回正派的 然后这个呢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叫做 弧线 弧线佛牌 OK 弧线简单来讲呢 它的功能就是 帮人家提升魅力 对 还有 吸引力 吸引力 跟一些 就好像可以帮忙招财啊 对 有助生意啊 有助买卖 然后还有PCA的功效 然后我有两种 然后这种是刚才不小心 它的壳脱掉了 所以要保护 然后这一尊呢 是比较特别 就是这位师傅做的 泰国话叫PATNAPROP PATNAPROP 它是属于气龙佛狗以外 用上的制作成 我们的美国鲁锡 然后它的下面呢 有一个鲁锡 因为是看到真的很漂亮 就是它头上呢 很明显看到七条龙 对 所以消息 它上面呢 就是很明显有七条龙 然后下面一个鲁锡 它是佛主还是吗 对 然后它的功能 大致上都是 因为其实佛牌 如果是佛的法相的话 基本上 我是说基本上嘛 都是全功能的 算是吗 如果是佛牌鲁锡 所以我们的佛牌鲁锡 就是佛牌鲁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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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佛牌鲁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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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佛牌鲁锡 所以师傅说 的确它的那个功效 是蛮齐全的 尤其是那种做生意的人 他们很喜欢配搭 所以因为也住生意运 然后师傅也是 自己也是有配搭 哦 然后它是用象牙制作成的 这种象牙是它象征着吉祥 是一个吉祥物 也是象征着那种佛牌鲁锡的功效 可以得到那种 包拼案的那种功效 可以跟上一场 然后也是会带来一面的 OK 来下一坨 这一坨呢就是 简单来讲 就是我去萧娥公的佛牌 萧娥公送我的佛牌 这个是他们的 金爷 就是我们的干爹的佛牌 然后也是一直有带出门 他想喝酒 OK 接下来呢 就是这坨叫做 然后这个师傅呢 为什么那么出名呢 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是一个整个泰国 就厉害写这个经文的一个师傅 所以呢 就非常的出名 然后我就收藏了起来 蛮出名的 这个师傅呢 现在已经是缘寄了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都是他的儿子做出来的 OK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我自己收的 地藏王的牌 就那么简单 然后这一尊呢 比较特别一点点啦 简单来讲呢 算是 这个墨呢 是我另外去买的 然后其实我是 我一直都带着它 念经啊 还是什么 然后其实有时候呢 我的师傅呢 就会给我发梦什么 然后叫我自己制作 自己路法的一个 地藏王菩萨这样 对 然后其实你看到 下面一些材料 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然后其实今天呢 为什么我带过来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嘛 简单来讲呢 就是我自己开光啊 自己路法还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私心 就是想要问师傅 就是他有法力嘛 那你一边 边空口 三嵘 三嵘 两个泡水嵘 靠洋海布巴 就是说 妈咪 帮人 师傅讲 有能量 有能量啊 对 那也不然 可是其实我不了解 他的能量是什么功能 可以知道 那你帮人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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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们看得到 感觉到 感觉到 然后 他们感觉到 地狱感 可能 可能 他感觉到 感觉到 感觉到 能量 是帮助 让人可以 不会 心繁益 让人 心境 不外 还有 好像 有东西 属于 好像 神明保護 家 好像 是 保平安 那种 保平安 那种 明白 这是我的 对 对 刚才正牌的部分 就该段落了 现在我们来讲 鹰牌的部分 可能会有一点点 比较中口味 因为他们这些 泰国文化 通常他们鹰牌 都会有放一些 骨头啊 一些 血啊 还是一些 指甲头发 指甲头发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可能大家 要做好一点点 心理准备啦 会有一点稍微的 可能一般人接受不到 OK 我就先比较正常的介绍起 OK 来这一尊呢 简单的介绍就是 我人生中的第一尊 骨蛮痛 那个时候是我印象中 应该是在16岁 还是17岁的时候 我朋友介绍嘛 哇 骨蛮痛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我也觉得很特别 然后就请了第一尊 骨蛮痛 应该最少都陪了我10年左右了 这一尊骨蛮痛 然后智力他们呢 常常都有看到他 然后这尊他的灵魂呢 比较好吃 拦着 有点生气 对他又爱又恨 然后这个呢 也是过后在今年里面 请了一尊骨蛮 OK 这个是我的 其中一尊骨蛮 OK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 女鬼牌 这个就暂时还可以接受的 一个女鬼牌啦 然后简单来讲呢 它的形象就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 俗腰吗 我不懂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些银牌呢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成效比较快 可是你好像你求愿的时候呢 你要还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要给他们吃东西啊 还是要做一点功德给他们 OK 下一尊 OK 这个呢 可以算是我 蛮喜欢的一尊银牌啦 OK 这个叫做 Pak Ngan OK 这边有三尊啦 这尊呢 是我第一尊的 Pak Ngan 然后简单来讲呢 它里面的材料呢 很特别 这个你看到里面有些绳子吗 其实那些绳子呢 是他们那些 调警人用的绳子来的 Pak Ngan 你先看来 什么 这个是他们调警人用的绳子 看来 你 猜猜 猜猜 没难过 没 没 因为 因为我来碰它 多大 要来 罗巴奥嘛 它们不怕人 它们不怕人 它还没怕人 对 师傅讲的确是 会有用到这样的材料的 因为是因为要给Pak Ngan 更强 更有法力 对 OK 然后第二尊 Pak Ngan 这尊就是 它是一个 好像到什么木头之类的 然后旁边的钉子 其实我对这尊呢 我也是没有说很熟 然后只是看到和我的演员 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然后第三尊呢 就是这位师傅的 Pak Ngan 它是比较 黑黑一点 黑黑一点 有power的 有power的 你看后面就是 烟筒啊 对 烟筒 这边有一个烟筒 其实他们 他们到时候做他们一些果牌的时候呢 他们有另外去放一些料进去的 好像简单来讲 这边有一个烟筒 就是一个男一个女 在kiss kiss的一个法相 简单来讲 那个也是 人言 还有一个比较 可能一些人比较敏感的 这个叫做 屎骨 可是其实在于泰国文化 这样的东西 对他们来讲呢 就是骨头呢 就是增强法力的一个东西 包括我们三年那个东西 然后他们拖破 然后再加烟筒 为什么说 他们如果 基本上如果要录零的银牌 基本上一定要用到骨头 一定要有用到骨头 这个材料才能录到零在里面 哦 然后在 就是录老铃 当你要求什么的时候 就比较快成员了 哦 比较零 对 比较零 可是像刚才讲咯 如果你要共情银牌 尤其是胖安之血牌 最重要就是要还愿 还是做多一点功德给他们 对嘛 对 没有错 对 没有任何人来说 做什么 没可以带来 然后要采采银 然后要求他们 让他们来带来 他说 当时我们领域 然后当时 当时我们会带来 什么 然后当时 还肯定 还肯定 就是我们 要去做什么 没有任何人来做什么 这个说 因为很多人 他们做什么东西 都很不顺 都成功 所以他们会想要 供请银牌来帮助 尤其是胖安 但是每当你求化的时候 然后你所答应他的 一定要供奉回给他 然后也是要常做回功德给他 对 就是好像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就是要供奉啊 因为他们也是 讲难听的 他们也是有一个灵魂在的 对 他们也是有一个灵魂 就是我帮你 你帮我啦 好像有些人会万恩负义 好像就是说 我给你赚了一万块 可是你好像一块钱都没有给还我 所以是不可以 因为这个跟人一样的嘛 比如说今天我帮你 我帮你赚了一万块 你自然的 你要给个红包啊 这样都好 也不可能一个红包都不给我 肯定也会生气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是同一个道理来的 其实银牌 大家都会觉得敏感说 就是银牌就是不好的 其实不对 其实银牌呢 他们也是 他们被做出来的理由 也是我想要帮人 他们也是想要帮人 然后才被做出来 去帮人 所以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灵呢 就是简单来讲 他们有灵魂 他们有灵魂 所以 他们就可以 让那个事情更加容易成效 更快的成效 因为你求他的时候 他能够听得到 因为他有灵魂在里面 然后他去帮你办事 嗯 OK 下一个呢 就是 OK 这个呢 可能我要 麻塞克一小部分 这个呢 其实在泰国文化呢 算是一个很能接受的 其实在于泰国文化来讲呢 就是男生的生理器官 跟女生的生理器官 是一个生外的 所以大家去泰国看到 生理器官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不要泰国的 敏感什么 其实在于泰国还是一些国家来讲 是他们的生物来的 包括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生物 叫做 Meper Meper 简单来讲 她的故事就是一个女孩子 就是 她本来生意不是很好的 然后突然间她发现 她脚开开的生意突然间就很好了 然后开机就有这样文化 有接下来想谈啦 是不是 大概就这样 对 所以呢 简单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生物 大家不要太过的敏感 它是给那些异性元极差的人 配戴的 嗯 想要找另一半那些 她不介意这些法相的话 她是可以公共的 简单来讲也是可以帮忙招财之类的 对 对 OK 接下来三尊呢 可能会比较 一般人接受不到 算是吗 一般人 也不会怎么说 如果有玩影牌的人 他们自然会接受到 OK 不用紧张 我觉得好像我的观众呢 一般上都接受不到啦 OK 接下来的就是一个 女龄牌 OK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 女孩子的照片 简单来讲呢 她是一个可能 自杀死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死了嘛 他们就不够功德 他们不能去转世 不能投胎什么 对 所以呢 可能他们就跟一个阿桑合作 跟他讲说 我想要投胎 我想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就要帮人去做回功德 然后他们才可以投胎转世 其实这个就是她魂的样子 其实智利他们都有看过 有时候会帮我们做一点东西 帮我们挡那些东西啦 然后她的背后呢 很明显就是她的骨头咯 她的骨头 她的头发 还有她的石油 其实大家呢 不要太过害怕这样 在于有些国家的文化来讲 是很正常的 OK 下一个就是 天灵盖 怎样来讲呢 她是由人家死的时候 那个人可能要阴气很重 可能是要跳楼屎 还是掉紧自杀屎等等的 他们的天灵盖这边的骨头 来刻成这个形状的 所以很明显呢 这个整个就是一个骨头来的 天灵盖的骨头 然后他们师傅呢 就会放一些料啦 嗯 大家可以看到 OK 她的发像呢 就是一个男孩子 跟一个女孩子在那边 做一些修修的事情啦 然后就是一个 有点十八斤的画面啦 懂得都懂 我不懂要不要马赛克 OK 然后下一个呢 可能大家都有点点的 嗯 鲁鲁鲁 OK 这个呢 就是叫鲁鲁鲁 他们简单来讲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们一个妈妈 她怀着孕的时候 去世了 然后又用她的小孩子 烧成这个样子啦 然后就变成这个鲁鲁鲁 然后他们是 很有法力的一个小鬼 我妈妈想来说 修断啦 感觉太鼎撕 美care 柏 什么哭 很胸 说 don't掉喝 为什么 美care 因为它时候讲这种事 的确是 它的能量啊 它的力量会比较强的 然后它司生不到啊 所以它愿恨啊 所以它把那个愿恨 它拿很ieder 可是呢 我为什么会供请她呢 其实一开始我就要告SN khu 就是SN khu 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修炼 可是你不可以做坏事 你做坏事 我就会把它丢进海 所以他就点头了 所以呢,虽然他是很赢的一个小鬼 可是呢,他是不会做坏事这样的 因为这个其实做好事做坏事呢 还是取决于他的爸爸这样去教他 爸爸他有去洗澡吗? 他有去洗澡,洗澡,洗澡,洗澡 你怎么会给他洗澡吗? 你怎么会给他洗澡吗? 爸爸,他会洗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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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 你师父说,如果是师父们呢 不管哪一个师父的话 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东西,就是因为要帮助 帮助人 而不是他们拿去用坏的地方,就拿去害人 是帮助你一起找钱,做生意这样 对,可是有些不好的人也是会去利用这种 就是利用这些他们想要帮助人的这些教鬼 去做坏事 其实万物有灵嘛 其实鬼也是有智慧啊,有这些 所以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我们不要去评论,诶,鬼是不好的 其实讲难听呢 人比鬼还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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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常说的 鬼不恐怖 人跟恐怖 对,人跟恐怖 其实这些鬼恐怖恐怖也是人设置出来的 人讲出来的 其实我看到的鬼也是有不好的 可是他们不好就表现出不好 他们好的就表现出好 不像人这样,现在好 下一秒拿刀来碰你 对吗? OK,还有一支呢 就是这个灭磨刀 刚才为什么没有拿过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如果放跟妹妹一起 可能会伤害到他们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目了然 就是可以 如果戴在身上呢 就是鬼会比较不敢靠近你 因为他的那个磁场 会弄到那种灵 不敢靠近你 对,他的磁场会弄到那些灵 不敢靠近你 还有一支呢 就是刚刚从这边请来的一支 这一支法相呢 就是昆平的老婆 对 这支是有点故事的 OK,那时呢 我就来这边走走看看 然后就看 哦,这个佛行呢 就进了一些佛牌 然后就没有事情做我 拿来看一下 嗯,然后就放回去 然后看一下 嗯,放回去 还有很多尊嘛 肯定会好奇看一下 嗯,然后放回去 嗯,放回去 嗯,放回去 然后这一尊看一下 嗯,放回去 然后他突然间呢 他就 给我的手很麻 然后我就 WTF,为什么手这样麻呢? 然后他就好像有一个能量在我手上那样 刚好旁边呢 就有智力在 然后智力就帮我看 诶,为什么我手有很麻的东西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讲 大尊咯 大尊要跟你回 然后结果就很幸运的 带他回家了 OK,就是这个缘分呢 来得很特别 真的是来得很特别 就这样 这一尊的缘分就是这样特别 OK 大致上呢 我的佛牌就那么多 其实身上还有带很多这些 佛珠啊 这些 水晶啊 天珠什么的 就有缘了 我们再详谈这样啦 因为今天是还是 focus在一种泰国佛牌嘛 然后刚好 后面有一位比较专业的师傅 把我们解说一点点的故事这样 然后 其实这师傅呢 刚才我来的时候呢 就刚好看到他有帮我们打竞争 还是什么 其实打竞争是什么作用呢 因为很久的历史中是会说 竞争呢就是象征着好像给人家 好像要注重在保平安啊 或者是放将头之类的作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给那种运势比较差的人 或者是人缘或者不好的人 因为他们会相信 如果进入你的体内 你可以帮助到你提升你的运势 好像有些人他们命里就很多小人 所以他们也是会起到放小人的作用 因为师傅说这种如果是真的经 在论理体内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因为师傅讲 在以前很久的时候 他们师傅们他们做法 他们就没有那种 我们所平时贴那种经验 经过那种 他们没有用这种东西 他们就是用这种经症来做法 比较古老的一种法文 然后师傅有说 他也是蛮喜欢他这一项法门 然后他也是很研究这个古法 经症这个法门 因为他觉得他的功效很齐全 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人 因为他又可以保平 又可以披鞋 又可以当载 又可以防小人 又可以防降头 蛮全面的 然后他也是会有带来人缘的 明白他有招财的 其实这个师傅也是有帮人家算命 还是冲花粮 大家想得到东西应该他都会 基本的泰国法师师傅都会专业的 专业的 对 所以有缘的话大家都可以过来 泰国湖仙佛航去找这个师傅 所以这师傅过后就是在这几天会过来 然后大家就记得快点来 订阅啦 师傅想要介绍他的那个 因为是阿修的泰国 也等一下知道 这一组就是师傅的老师 师傅的师傅 是吗 师傅的师傅 然后刚才求我 要快点介绍 我们下次就专门做一集 关于泰国菜的 下面可以多留言 所以这一集就这样啦 我的佛牌大致上就点到为止 就是很多很多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收藏佛牌 银牌的一个爱好家 大家也不要去学习啦 看到喜欢的才去投资去 对就这样 OK所以这影片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的那样 订阅赞 分享分享那小铃铛 如果不喜欢那小铃铛 OK就这样 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